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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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执行力 然后一个比如说今天的业绩怎么样 大家都已经在群里会有专门的人来负责 所以整一个从微商的一个公司 从我们一个合伙的公司角度来讲 我们就是第一个找一个好的产品 第二个就是设计一个好的模式 第三个就是团队培训 然后最终是什么 团队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全部都是销售 所以其实这几年 我自己一直就是在一线市场做销售 然后呢 那学生也是啊 学生也是 那我们说其实在销售岗位 是非常的锻炼人啊 然后呢 其实刚刚罗老师讲的一个内容经济 在我们整个微商里面 全部都有体现 全部都有体现 你想想看 从粉丝经济是不是 到一个社群的营销 从粉丝经济我们说如何实现变现 就比如说他刚刚讲的那个灰枝毛线的 也是我们的一个学生之一啊 灰枝毛线的那个同学 然后他在一直播 他在抖音上面吸引了很多的粉丝 那他怎么样来进行变现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社群的一个概念 也可以通过社群的玩法啊 他现在有2500个对他很忠实的一个粉丝 也是就是其实是他的消费者啦 然后他自己很喜欢打毛衣 然后经常在那里晒啊晒啊晒 玩了之后就吸引了2500个粉丝 然后通过微信的方式 我们一个群是500号人 500号人他就建了五个群2500人 然后他每天他也会在群里分享不同的主题内容 今天是打毛衣的 明天是健康养生的 后天是教你怎么样进行服装搭配设计的 那最后是什么最后全部都是他一个 树里他的一个明星啊 在群里的一种明星感 这样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整个粘性会非常的高 然后这个客户不容易流失 一旦有在群里之后 这个客户就非常的不容易流失 然后会进行不断的复购 所以以前啊这个同学 也是一个贫困生 现在已经是毕业三年 其实这位同学也是郑老师的学生啦 今天没有来 今天没有来 然后呢 呃 在这里不谈收入啊 收入反正比我们老师或者什么都高很多啊 都高很多 意思就是说他通过这样一条路 然后他实现他自己的一种人生价值 所以呢 成为一个社群的明星呢 是目前来讲对于学生或者对于我们 其实真的 在路上我还跟陈老师 还跟那个老师说 我说比如说你的头发很好 你的皮肤很白 你都可以再通过这些平台 然后去展现你自己 只要你敢说 只要你敢秀 你就会吸引到很多的粉丝 然后只要你手上有产品 比如说你头发很好的 你去在我们大陆的话 你去找一家 你去找一家那个洗发水很好的一个产品 然后把它对接一下 你有粉丝 你就可以顺便推一下这个洗发水 那这个销售是不是就是正然而然的一种事情啊 所有的社群 它都是基于一种渴望的归属感 我快点讲啊 渴望的归属感呢 社群其实 我看看这里有本书啊 它主要是有五个啊 有五个基本的特征 比如说你去乘坐二路公交车的人 肯定不可能是同一个社群的嘛 因为它就不可能是一个社群 社群必须具有ISOC 五个特点啊 IS是什么 INCHIST 为什么粘性这么高 因为大家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进来的 S是什么 SJUCTURE 我要有一定的结构 结构里面包括什么 我比如说你进入我这个社群 我这个社群肯定要不要有规矩啊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我们进入一些群里面 很多群广告 群广告是类的 是不能发的 然后群内不允许家人 O是指什么 Output 就是内容 内容其实就是我们罗老师刚刚讲的内容创业的那一大部分内容 所以只要你有内容 你就能有输出 O 这叫O 那第二个O是什么 运营 因为你想想看 像我学生那2500号人其实是算一个比较小的社群啦 像秋夜PPT啊 罗胖啊 像他们都是有几百万 几千万的这种粉丝的社群 该怎么去运营 对不对 你要有线上的一些活动 然后还要有线下的一些活动 就比如说秋夜PPT它组织了一场全欧PPT 一场活动 线上线下的粉丝那时候达到了20多万人 然后搭产销售就是几千万 所以很厉害啊 很多东西啊 然后最后一个C是指什么 copy复制 在我们微商里面我们把它们叫做裂变 我在大陆呢 其实我的微商是做超级一般的 真的超级一般 因为真正的在社群里面 比如说我这个 我自己是一个网红 我自己是一个明星的话 基本上都是有上万人的销售团 对啊 所以其实我还是在0到1的一个过程啊 0到1的一个过程是最难的一个过程 起步是最难的 完了之后 你接下来不断的复制 那是非常快的啊 像这些全部都是案例啊 一个小时就卖出人民币吧 四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八千套 这是裸胖的啊 罗胖的罗振宇的一个书 你看这也是成交两两凯 那个许伯凯啊 一场一场成交就是好几千万 呃 所以整个营销啊 现代的整个行销方式已经变了 除了大家同事所讲的这种跨境电商平台之外 之外我们这种流量也是非常厉害的啊 除了京东啊 除了京东啊淘宝啊 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我们的一个行销的一种通路已经发生变化 自媒体加自明星就等于一个流量的大弯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 这些人可以是跟你一辈子的 尤其比如说像我们做这种保健品啊 比如说我把他身体弄好了 我把他弄漂亮了 然后我们又有我们的一个文化 我们就是一群人一件事一辈子 然后用一些利益 用一些好的产品把大家都框在一起 你说然后他在这个组织里 比如说我们马上下面啊 我马上会有一些年会 会有一个年会啊 年会就是什么 给这些女性准备非常漂亮的一些喜好 然后每个人我们公司层面 都对他表示一种非常非常深的一种感恩 感谢他们这么多年 这四年来我们公司已经四年啊 这四年来对我们公司的一种 全力以赴的一种支持 所以其实是从他内心深处能够感动到他 然后比如说他的家庭问题出现什么矛盾 我们都从社群的角度去帮助他们 都会请一些师傅去化解他们的一些矛盾 所以我们的整个粘性非常高啊 所以在整个社群里面 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种自明心的 你看像摄影达人 时尚达人 不管你是会哪个也好 就比如说你做个简单的食物 然后天天天在那里做美食 你也会成为一个达人 你也能够吸引很多的粉丝 像这些都是台湾的啊 萧森周 他是微商界的陈一训啊 微商界的陈一训 目前手下的人呢 也有几万号人啊 也有几万号的销售员在那里做业务 呃这个是我们自己团队的 我们自己团队的 我们十月份上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太美啊 叫做一个太美 然后我们团队呢 有五百号的总贷 有五百号人的总贷 然后总贷下面 也基本上有三到五百号人的一个省贷啊 加市贷 所以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的销 一个月的时间大概的一个销售额 在六点五个亿的人民币左右 所以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恐怖啊 但是其实那家公司呢 那家公司当时起来的时候 就是四个人 就是四个人 一个人做文案 一个人做培训 一个人做老板 还有一个老板你要负责管账 就是四个人 四个人之后开了一场招商会 然后有了三百号人左右的 就是零到一这个种子 然后零到一这个种子下去之后 就是一个团队的裂变 我们当时最早开始做的台 是台湾的原材料 叫素 然后呢巴西梅啊 这些产品我们都号称是台湾来的 然后这个公司在福建 对保健品 四年之前 教素我们是最早开始做的 对啊 教素最早开始做 然后现在上个月 上上个月 十月份的时候啊 我们弄了一些太美的产品 胶原蛋白加蛋白钛 然后再加一些矿物质加维生素的组合啊 当然安全是非常安全的啊 所以当然微商的选品以后有机会我跟大家讲 微商的选品跟其他电商的选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然后我最近在台湾逛逛逛 我就发现台湾的很多产品都很适合做微商啊 真的很适合做微商 包括我们微商当年最开始做的最红的是什么 面膜 就是面膜 台湾的面膜其实真的很好用啊 真的很好用 那我们说自明星在社群里面 自明星有哪些主要的特征 那越销售冠军非常厉害 销售非常厉害 然后有自己超超过万人的这种团队 第三个非常的专业 我们我说的当时就是四个人嘛 一个是培训师嘛 全国各地到处培训 给人家讲梦想讲激情 然后让你去执行 当你在市场上受了伤之后 他又来安慰 安慰完之后你继续去跑市场 对不对 听上去有没有现在传销 但其实这是直销嘛 在大陆是合法的 因为所有的利润在三成之内 我们没有收额外的代理费啊 或者怎么样一点都没有 这样子才能做长久啊 这样子才能做长久 刚刚 第三部分我就不讲了啊 因为时间的原因 总之呢 就是要去敢于去尝试去做 只要你有某一方面的特产 你就把那方面的特产钻到极致 然后去绣 不管你多大都没有关系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一个特长 我们像我们 你看我爸都能卖鱼了 对不对 没什么的啊 我妈们卖鸡蛋 我爸们卖鱼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 很好玩体验过来 体验生活嘛 然后能够让我们自己有事情去做 然后你在认识这些粉丝的过程当中 会觉得有一种深深的归属感 因为商业的本质 后面的本质是什么 商业后面的本质 其实都是爱啦 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 那个微信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啊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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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